很多人以为,生产的时候只有顺产和抛妇产两种选择,但实际上,还有一种测切,很多妈妈在临产时才知道,但却不愿选择,因为测切是要在慧音简一刀,是顺产时可能需要的一种辅助手段。 不少孕妈因为害羞,对慧音私密的敏感,都拒绝测切,认为测切不仅不尊重自己,而且还伤害之处,但是分娩的测切好处,有多少你知道吗? 其实下面剪一刀,正过上面来一刀,孕妈要科学的认识测切,首先,并为所有阴道分娩的孕妈都需要测切,测切一般在产妇阴道严重撕裂,或是挤牙胎儿的情况下,医生才会考虑使用,所以说测切,实际上是在保护母子平安,孕妈不应该对此产生抗拒心理,有些人可能会想,都是要开刀, 何必非要在下面动刀,四处,那么浇难?在简易刀起不是伤害很大,如果孩子真的生产困难,何不在肚子上开刀进行偷妇产? 实际上,测切对于孕妈的伤害并不大,比偷妇产的伤害小很多,而且一般情况下,用测切就能顺利生出孩子,没必要经历一次偷妇产的痛苦,不少孕妈不能正确认识测切 在临产时对测切静而远之,但测切其实并非洪水猛兽,反而有很多点好处 第一点,保护胎儿,测切能有效减小对胎儿的压迫,从而更不容易发生宫内窘迫 第二点,保护肝门可约机,如果在胎儿偏大时强行顺产,很可能会损伤肝门可约机,甚至会出现大变势劲,而测切能很好地避免这个问题 第三点,保护慧英,很多人对这点很不赞同,认为测切是在慧英上开刀了,怎么会还是保护慧英呢? 其实,测切对于真正需要的产妇来说,确实是在保护慧英 一些产妇生产时,如果不进行测切手术,很可能会造成慧英撕裂严重 这是由于他们的慧英组织弹性不佳导致的 第四点,减小产的阻力 这点很好理解,测切可以拓宽产道,从而减小产的阻力,让生产更顺畅 测切尤其是和那些胎儿较大或是患有产科并发症的产妇,能帮助他们加快生产速度 那么,是否顺产都需要测切,能不能避免测切呢? 实际上,顺产时不发生慧英撕裂的几率只有5%,可以说只要顺产就会有撕裂 但是慧英撕裂的程度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慧英撕裂轻微,那就不用测切 为了控制慧英撕裂程度,月妈要在怀孕期间控制好体重,保证充足的营养 但不要过胖,将胎儿的体重控制在6-7斤左右,既不太轻影响健康 也不太重会影响生产 另外,测切到底是在四处这种特殊位置下刀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卫生 在测切后半个月内都要注意保持外印清洁 否则一旦感染麻烦就大了,而且还要控制用力 在产后6周内都要严格进去性生活 关注我,每日早叫知识全分享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